注意到沒 兩拖 一拖是金老師幫他準備講稿 三條只講了一條半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何能三大高手 葉宗光 王柏輝 李鴻源 幫他上課 千交代萬交代 盡量別提合一 就提合一 那變成這要怎麼救 這次這要怎麼救 神仙難救 無命客 武中無大將諸葛作先鋒嗎 我坦白講 廖話跟諸葛都不該當先鋒 對不對 表示第三個含義 仇辦裡面沒有堪用的大將 沒有廖話 沒有關羽 只好諸葛來當先鋒 第一個證明的 不是金老師不會教 是侯小弟學不好 第二件事情 不是選辦沒有意識到 要給他知識欄的論述 是侯小弟真的吸收不了 第三件事情 蜀中無大將 諸葛當先鋒 侯伴的團隊 真的要加強一些 是啦 游淑慧馬上就會接到 金小刀的電話 對不對 你管金小刀要打誰 金小刀今天開記者會很兇 他說有人說我小刀生鏽 我要跟他講 生鏽的刀捅進去破傷風死更快 金普通就這樣講 金普通就這樣講 他真的這樣講 他真的這樣講 生鏽的刀 他開始有幽默感了 對 捅進去破傷風死更快 這金小刀這根刀都捅自己 那刀風會不會轉一轉 他就說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行 這過於選心了 這個太恐怖了 那我意思是說 這些人金普通都會處理嘛對不對 這些東西一定會馬上都會接到電話 生鏽的刀插進去 可是問題是喔 我覺得講的對 真的講的對 就是誰講的對 我的二哥這個周小平 小平哥講的對 他剛剛開場的時候就說 侯友宜做兩件事嘛 一個真的跟韓國瑜道歉嘛 第二個知識藍的論述嘛 我兩個都來講 第一個真的跟韓國瑜 那個氣質要出來 知識藍的氣質 那個樣子要出來嗎 說不出的感覺 說不出的感覺 陳輝文聽完他那一場分 蔣輝文聽完專訪之後 他說從頭到尾九二共識 都趙少康在講 你連論述都不會 結果看見說 那我們是不是趙少康來選 第一個跟韓國瑜道歉嘛 對不對 剛剛陳輝文也有講 跟韓國瑜道歉對不對 其實大家都看得出來 韓國瑜那時候有多委屈對不對 我們這邊幫他算過嘛 三大委屈四年前嘛 第一個在二重蘇宏道的 水漾幸福廣場造勢的時候 草皮踩西巴爛 侯友跑人去給我罰錢 對不對 韓國瑜去造勢的時候 對不對 然後草皮踩 這樣就踩爛嘛 你就摸摸鼻子叫人去弄一弄吧 你人不但不到 然後還叫水滴局去說 未恢復要開罰 然後就還給罰 然後借場地還給他停權一年 以後都不准借新北社場地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七月在全代會辦 在板橋辦 侯友宜不去就是不去 第三件事情 那時候九月拜託侯友宜接 新北市黨部的選舉的主委 不接就是不接 所以這三件事情坦白講 你不道歉韓國瑜這關過不了 這是很誤實的部分 第二件事情知識欄的論述 侯友宜真的做不到知識欄的論述 我不是說要嘲笑他什麼什麼 講話不標準什麼 我不是這種人 我要談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這個侯友宜 你會三立的獨家 侯友宜在這個七月二號 台北市黨部辦的造勢大會的時候 講了能源政策 講說核二核三演繹 核一重啟 講完現場下面一百個人昏倒 對啊 因為他真的有找來上課 六月三十號 怎麼會講到核一呢 對 我先這樣講 六月三十號找李鴻源 王柏輝前核四廠長 還有青大工程科學系的教授 葉宗光來上課 千丁零萬交代 盡量別提核一 盡量別提核一 因為 盡量別提核一 因為已經交代不要提了 他就馬上內建直入 核一要講 對 核一還在你的轄區 那為什麼不能提核一 原因很簡單 因為核二核三還在右 你直接讓他用OK 核一不是已經研議 是已經廚藝 而且廚藝三四年 2019年就廚藝已經拆光光了 你沒有辦法處理對不對 好 這第一個 然後出事的問題 第二個知識欄的論述 今天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個彩通 大家都是跑很久的 都是行家 有沒有看過這種彩通 今天早上 10點10分發的彩通 發彩通的是侯友宜 紀元辦公室 無量顯發的彩通 彩通內容 還原真相 回應外界稱侯友宜 兵役政策改口記者會 因為侯友宜 接受招商專訪的時候說 兵役政策改為四個月 隔天改口說 不是有前提 先兩岸和平 再改成四個月 然後就今天開記者會說 回應說這個有改口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金輔中出來 幫侯友宜解釋啊 對啊 不是其實我就想說 為什麼還要再開一次 不是第一件事 大家混那麼久 你有看過金輔中出來 幫馬英九 還有這個戲不要講 對 他說為什麼要改口 不改口 我當選就和平 對 這個傀儡要這樣講選手 沒有先不講 先不講那麼複雜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因為金輔中不斷在調教 金老師嘛 在調教侯學生嘛 對不對 希望把它調成 這個就是 小評書講叫做這個 知識欄的論述 要把它調成這個味道嘛 對味道 可是你看喔 金老師今天出來開戲的會 因為他很容易會告人 所以我要講清楚一點 他特別 道歉就好不用告 我跟你講 這個手指頭是金老師的手指頭 我有特別 他出來說 他說幾件事情 他說 我這個東西 不是改口 只是侯友宜 只是說了跟我們的準備 有出路 他說有不是改口 是有出路 他怎麼證明有出路 你看 我上趙少康的節目 我有幫侯友宜準備QA 你看QA 面對蔡政筆 兵役不斷變革 如果你當選 是不是把3加1改回 會恢復到4個月一起嗎 吉祥老師說 你看 我們有準備QA 第一項就是侯友宜講的 反對3加1方案 第二項你看 我們QA後 我有說我當選以後 我就努力確定兩岸和平 確定兩岸和平之後 我們就恢復4個月 侯友宜漏講了 確定兩岸和平後 我們就恢復4個月 就確定兩岸和平 就侯友宜漏 他說這個只是有出路 他說因為沒看考念 多少會有點落差 重點來了 金輔聰老師加了一句話說 其實我們有第三點 時間跟侯友宜會補充 所以侯友宜 不只是 侯友宜會補充 漏勾很多就對了 對 漏勾很多 他不只 他只有第一點講對 他第二點漏了一句 對不對 第三點 一年一期的時候 應該完整強化軍中訓練 連結退伍後就業需求 福音樂必須服務年輕人就業需求 等等 侯友宜整段漏勾 就是我有準備講稿給你 我金老師逐字逐句 什麼前提什麼都講好 然後一是什麼 二是什麼 三什麼 就是侯友宜這個學生 第一點講對了 我略感欣慰 第二點叫做有出路 但沒有改革 有出路少講一句 我就算了 第三點怎麼直接沒講 因為第三點有講的話 你看第三點是一年一期 先強化 這樣怎麼沒有爭議 因為他有先講一年一期 我要幹嘛要強化軍中訓練 跟就職在業等等的 那 才會有當選以後 確定兩樣和平 和平之後我再改成四個月 結果侯友宜直接落高 所以我意思是 侯友宜注意到了沒 兩拖 一拖是金老師幫他準備講稿 三條只講了一條半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這個 何能三大高手 葉宗光 王柏輝 李鴻源 幫他上課 千交代萬交代 盡量別提合一 就提合一 他心中就只剩下合一 這已經不是老師的問題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小評書講的 對啊 要有知識欄的論述 然後輔選團隊也知道 要給他知識欄的論述 可是他就跟馬英九不一樣 你跟馬英九互動過就知道 你跟他講什麼話 他都拿一本厚厚的筆記本 會吸收 一直抄 講不講是一回事 可是真的要講他拿出來看 對不對 可是侯友宜就變成抄也不抄 然後給你稿子 然後你也不念 然後叫你盡量別提合一 你還是不小心講成合一 那變成是這要怎麼救 這次這要怎麼救 神仙難救 無命客 所以我談的事情是這件事情 金甫聰 金甫聰今天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我要說 這個主持人幫我接一下 蜀中無大將 現在就要接什麼 我們都不敢接 這個主持人的含義 頭辦裡面沒有堪用的大將 沒有料化 沒有關於 只好諸葛來當先鋒 對不對 我覺得這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彩通太有趣了 是今天我看到最有趣的新聞 第一個證明的 不是金老師不會教 是侯小弟學不好 第二件事情 不是選辦沒有意識到 要給他知識人的論述 是侯小弟真的吸收不了 第三件事情 蜀中無大將 諸葛當先鋒 侯伴的團隊 真的要加強一些 他現在要凝聚的粉 當然是深藍這個盤 上節目去論述 也是有意而為 我當然是要先把我這個基本盤鞏固住 不然我們四個趴趴走 由去柯文哲的 由去郭台銘的四個趴趴走 所以他就講了一個東西是 要接受合乎憲法的九二共識 結果去有什麼人開 是柯文哲給他開說 是私有兩種 侯侯有三種 說奇怪 侯友宜你的九二共識的版本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以往我們認知當中 侯友宜對九二共識 應該是沒有承認的 蠻抗拒的 他蠻抗拒的 對 可是現在他又接受了 侯友宜講說 今天感覺應該是有交戰手冊 是不是金老師有教他 這個我覺得蠻巧妙的 前兩天在那個椅子的時候 就是中間有隔一到 瑪利亞娜海溝的時候 然後他講說什麼 啊哈哈 這個太科幻了 感覺也是有人設計對白 那今天他說 會送憲法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文哲 可是我們看對岸 中國國台辦的發言人 這個叫做陳兵華 他說什麼 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就是 兩岸同屬一個中 這就是 我跟你講 這就是 這句話我覺得有玄機的地方 因為侯友宜講的是 他會遵守 中華民國憲法的 九二共識 這句話 對外可以符合中國講 因為中國說 九二共識就是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 九二共識 可是在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所以才會被講是一中憲法 所以他對外可以講 中華民國憲法 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 就文字遊戲 對 文字遊戲 然後對內就可以講 九二共識就是 我對內稱中華民國 所以我講 中華民國憲法 你對內也沒毛病 所以你說是文字遊戲 對不對 問題是 侯友宜就是 我們搬壞土地 過去九二共識大概二十年 就在玩文字遊戲 我一直覺得 後來侯友宜 這件很不爭氣的原因就是 這套武功失傳 就是忽然傳傳傳傳傳傳 文字遊戲是什麼 就是曖昧 兩個人在寫情書 寫來寫去 創造模糊 創造模糊曖昧 就到洪秀座就現身 直接脫光了 說不對 我就是你的人 我要跟你的姓 我是你的人 那個姓 唱歌跳 就不對 所以才會漸行漸遠 到後來韓國瑜 終連半都走進去 所以其實坦白講 這個東西我坦白講 還有一點味道存在 可是之後已經講出來 似不像